10月29日,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自由贸易区领港芯片区开幕 包括44位诺贝尔奖得主,21位图灵奖,沃尔夫奖,拉斯克奖,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 与1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青年科学家 齐聚领港芯片区,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·科恩伯格表示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有两个目的 一是支持全球的青年科学家,二是支持基础科研的发展 他认为年轻科学家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要支持年轻科学家的发展 中国最重要的事情,中国的政府可以做 是支持千亿青岩科学家,给予他们的机会,给予他们的独立 让他们追求自己的想法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 相较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参与本届论坛的科学家人数更多 图灵奖得主马丁·赫尔曼去年也参加了第一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他感慨,论坛一直在进步,中国也一直在发展 目前上海镇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搭建极具全球顶尖科技人才 打造全球高层次合作的交流平台 是上海建设创新制成的核心内容之一 而随着领稿芯片区正式揭牌 这片曾经的贪徒地正向着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迈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另一个人